快速去的飞机跟收集 一代代30公斤重沙包 车厢内从地板到座位堆满满 模拟满载状态 台中捷运绿线新轴心安装完毕 8号重启载重测试 模拟载客536人 跑车500公里进行验证 监视的这个摄影 能够同步在行进过程当中 录下所有的轴心运动 左右跟垂直的运动状况 这新的轴心来自于法国 那么分两批 我们同时两批都做 抽样破坏性的检测 全部都过关 为彻底解决故障风险 厂商决定将原本36只轴心 全部更新 并重新检讨连结器轴心装置 及安装方式 确保新轴心安全无余 而终结检测在过年期间 也不打烊 每天都有两列车 分时段进行安全测试 月台门电幅梯到站内供电 都要保持备战状态 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也特别南下盯场 关心运作状况 已经跑了250公里 今天最后250公里 要把它排跑完 年后差不多都17 18号 我们就全部 包括文件 包括测试报告 包括我们的审查 意见都会全部 再转交给台中市政府的 捷运工程 我希望是2月底 只要委员会 这边确认以后 我想就可以尽快 来提供给市民 来重新搭乘 目前各项目检测结果 都是正常 对于终结在年后 渴望顺利通车 保持乐观 准备给台中市民 全新的交通体验 欢迎新闻 红市城郭艳婷 林嘉倩 台中报道